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她心里已经蒙上阴影 紫舍文秀氏表示 这种文化的案例层出不穷 至少要做两到三次的雷射 还不一定能完全除掉 沿着法际边闻上黑色染料 不少爱美女生都靠闻法线修饰脸型 像她的额头好了 因为她这边的法量比较少 她这边有海毛 那我们就可以移到这个地方 一般女生头发往后梳 额头左右两侧抬毛稀疏 要沿着法流处改造 不超过原生头发一公分 这样就有修饰效果 另一个常见的就是M字头 两旁的头发向后伸长 额头比较宽 能从稀疏处加强 但不能超过原生的头发 第一个是看脸型 然后第二个是看她头发长的位置 若是以男生光头来看 也能做修补 但颜色上要控制 才不会很不自然 譬如说她有一些异味性皮肤炎 譬如说她有比较严重的卸毒 我们都会希望经过医师的建议 文秀法技夯 但身体皮肤状况得注意 价格不便宜 万元起跳 如果不如预期 想修补或雷射 可能得多痛多花钱 三一轩林密达章 请允台北 请允台北